昔日香港的影视业十分辉煌,也让观众认识了很多港星,前半生,他们过得十分风光,受资本喜爱,被影迷追捧,后半生,他们的星光吞去,逐渐被人遗忘,晚年生活还不如普通人。 1.张伟文,1978年,无线TVB第一届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得主,就是有和音界天王自称的张伟文,他曾经担任过张国荣的和音,同时,还是他还是香港巨星汪名泉,许冠杰,谭永林,林子祥等的御用和音。 事业巅峰时期,张伟文在香港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了四场演唱会,作无虚席,在当时的香港乐坛,引起了轩然大波,2004年,张伟文趁热打铁,举办了零四好听演唱会,成为了他一生最辉煌的时候,代表作品有离别的丁宁处处是家乡人在杭基等等。 然而,从2016年开始,他就开始深受糖尿病等病痛的困扰,还因为经常照顾自己不周,导致受伤坐轮椅,最凄惨的还不止于此,张伟文自从寄居养老院之后,可能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异常,不仅做了很多不理智的事情,还试图高空抛物,相当危险,已经屡屡进入了养老院的黑名单之中,成为了养老院需要密切注意的对象。 实在让人唏嘘 二,李峰 李峰一生起起落落,他报读无限异讯班毕业后没有签约TVB,而是到了影坛发展,之后李峰在TVB多次进进出出,都是出于生计方面的考虑,所以他在TVB并没有演出过太多知名的角色,好在面向容易为人记忆,又总是出演那种凶狠的角色,就算角色不知名,也能给人留下印象。 李峰在正式加入TVB之前,生活一度很富贵,一家人住在九度山的豪宅,可惜后来丈夫沉迷不良嗜好,令他受到了牵连,一度需要变卖嫁妆为丈夫还债。 一家人只能从豪宅搬到村屋生活,李峰也因此两度被破产,还要拼命赚钱为丈夫还债。 1995年李峰与丈夫离婚,因为还要养育一对子女,所以哪里有钱他就去哪里工作,这才会多次进出TVB。 然而子女长大了之后,几乎都不再与他联络,2007年他曾经脑部生流,因为没钱,住不起私家医院,只能在公立医院排队等手术,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 治愈后留下了健忘的后遗症,他担心独自生活引发安全隐患才搬到养老院,从此一个人低调生活。 三,黄虾,黄虾,作为香港的资深演员,曾活跃在上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他是香港已故男星,洪泉师傅流战的徒弟,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担任刘家班武师。 后来,他在好朋友的介绍下,也从武师转型成为了演员,参演了多部各种类型的经典的港产电影,并且在影片中大多数时候,都是饰演一些反派角色,和大家熟知的曾志伟,刘家荣以及洪金宝等人都有过多次合作。 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黄虾就因为各种原因淡出了演艺圈,之后就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 据了解,黄虾的晚年生活其实并不算特别幸福,几年前他因为不幸中风,送到医院紧急治疗,最后的治疗情况也并没有特别理想,虽然捡回来了半条命,除了要坐轮椅之外,生活已经不能自理。 2022年3月,据港媒最新报道,黄虾在睡梦中安详离世,中年76岁,当时黄虾因为身体缘故一直都住在香港的马加烈医院中,而他的死讯,则是由他的圈中好友,著名编剧彭志明在社交媒体上公开。 虽然他并没有公开黄虾的离世原因,但由于是在医院离世,不少网友都在猜测黄虾大概率都是因病离世。 如今回头再看,黄虾的晚年没有家人的陪同,一个人独居在养老院多年,确实有一些孤独和凄凉。 最后,也希望黄虾能够一路走好,愿天堂不再有痛苦。 4、吴耀翰 在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有两大喜剧阵营,一个是周星驰的《无厘头》系列,一个就是前后拍了七部,时间跨度十三年的《五福星》系列电影。 吴耀翰是《五福星》的其中之一,巅峰时刻,莲成龙,刘德华,林郑英,吴君如等都给他作配。 他每拍一部戏,片酬足够他在村土村金的香港买一套别墅。 在八十年代,他的身价就已经上亿,吴耀翰的父亲是九龙八世和九龙殡仪馆的创始人,妥妥的富二代。 因此,他退圈后,他的身价已高达几十亿。 吴耀翰有过两段婚史,21岁时和一名英国女子闪婚,又个月后又闪离。 27岁时认识了现任妻子Susan,生下三女一男,有钱又有闲的吴耀翰本该享受儿孙绕西,已养天年的生活,但不争气的子女们并没有让他过上安稳的晚年。 儿子吴家龙一直在各大影视剧里演小配角,如今连车和房都买不起,四十多岁就已经满头白发,儿子发展不顺,两个女儿也因犯罪先后被捕。 为了遮丑,在女儿被捕现场他一直用灰黑色的纸巾捂着脸,吴耀翰的身体本来就不好,给心脏装了五个支架,听别人说话还要带着助听器,眼睛也快看不见了,而且还有十分严重的肾衰竭,肾功能只剩一成,每天需要洗肾四次。 不知道,曾给观众带来无数欢笑的吴耀翰还要承受多久身体和心灵上的痛苦。 五,刘家辉 刘家辉是著名的功夫巨星,他是古天乐版《神雕侠侣》中的金轮法王,因演技出色,风头甚至盖过了古天乐和李若彤,他是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夺命书生。 最后与周星驰的对决,让观众们看得酣畅淋漓,他还是《仙剑奇侠传》里的反派邪剑仙,让观众又恨又爱。 刘家辉有过两段婚姻,第一任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去美国讨生活,和第二任妻子马飞凤生育了一儿一女,后签署了离婚协议。 2011年,刘家辉中风住院,马飞凤之道后,带着子女来争夺他的财产,需要静养的刘家辉气的体重急剧下降,从160磅下降到110磅。 为了躲他们,刘家辉不敢在家里养病,直接去了养老院,期间,只有姐姐和外甥女去看过他,他的子女除了过问他的财产连生问候也没有,刘家辉走投无路,只能在律师的见证下立下遗嘱, 没想到的是,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想要落井下石的助理,前助理在为他打理财产的时候,动手动脚侵吞了他三百多万的片酬,子女的背叛加上身体的病痛,让刘家辉一度抑制消沉,好在,他在圈内多年,积攒了不少人脉,刘德华,乌阳振华,樊一敏,陈荣俊等都会抽空去养老院看他, 而他每年过生日都会有圈内好友来跟他一起庆祝 6.李国琳 TVB有很多的黄金配角,李国琳就是其中之一,他1975年就出道了,在楚留乡传奇,上海滩中都有他的身影,但当他事业向好的时候,跟前女友闹翻了,甚至发生肢体冲突,闹上了法庭 TVB虽然没有明说要封杀他,但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无戏可拍 1995年,他回朝TVB,出演了黄日华版《天龙八部》里的《揪魔制》,之后两次荣获万千星辉的最佳男配 当他事业上至得意满的时候,妻子怀孕了,他觉得需要更多的钱来养家,于是就学别人去炒股 结果不但把多年的积蓄赔了个底调,还欠账200多万 2020年,李国琳跑到内地寻找发展的机会,他跟其他老艺人一样开启了直播,但李国琳的人气非常低 即使以揪魔制的半向亮相直播打情怀牌,观看直播的人数也是寥寥 为了赚钱,他不得已哭着恳求粉丝下单,粉丝不为所动 直播八个小时,还倒贴了200进去,年近古稀,虽然物质条件差点 但他刚刚取得了内地的身份证,以后社保有保障,就无后顾之忧了 7.莫加干 莫加干最拿得出手的作品就是在《楚京喜剧开心宿地》里当场助演员 他饰演的保安王朝十分的抢眼,但在TVB的电视剧里就没什么出彩的地方了 饰演的都是一些小角色 在TVB的发展势头不好,他就一边拍戏一边做生意 他开设的眼镜中表店生意还算过得去 但由于不可控因素的影响,生意大幅度的缩水 各类商严也接不到 为了养老婆和两个子女,他没办法只能去工作搬砖 他和一人陈国锋戴着头盔和口罩卖力的搬运太阳能板 一点也不犀利,累得满头大汗的时候也只是用手擦一擦 被网友们拍到这一幕后,他没有感到丝毫的尴尬 还十分正能量地回应,为家人着想一定行的 连谭永林都大赞他够担当,还把他签约成了公司旗下一人 墨家干本来人气就不高,现在又过气 只愿他的这份担当能在谭永林的公司发生化学反应 8. 陈奎安 长了一张凶恶相貌的陈奎安,因为总是严反派曾被称为四大恶人之一 陈奎安进入影视圈工作期间,他也结识过不少好友 从不拒绝去小地方商演,还在生养他的村子里被村民选为了村长 生病期间也没有中断过拍戏 在2004年趁奎安在拍摄电影时,在片场突然咳出血 结果送往医院检查,就被确诊患上了鼻咽癌 当时,他刚刚再婚,小儿子十分年幼 为了给小儿子再多赚点生活费,他疯狂地接收公告 参加各种脱口秀,想在离开前攒下一笔钱让妻儿余生无忧 他没有放弃过,而是选择坚持治疗 可惜的是,在2009年8月27日还是因病离世 那一年他只有54岁,程奎安死后 大房冯月华拿走了他所有的资产 陈美芝和他6岁的儿子一无所有 所谓的幸福只是程奎安的一厢情愿 不仅如此,在程奎安葬礼那天 程奎安的两位妻子和他们的儿子都没有去现场 尸骨未寒,家产争抢,无儿无女送 程奎安的结局是如此凄凉 不得不说,这些老牌港星的晚年真的看得人五味杂陈 明明兢兢业业演了一辈子戏 却在晚年落入凄凉的境地 甚至还要为最基本的生活担忧 实在是让人唏嘘 随着香港影视圈的整体没落 越来越多的港星难寻出路 还有那么一些港星 年轻时候正值港圈繁荣,生活滋润 可到了老了却晚景凄凉 患癌症花光积蓄 失业,找不到工作 或者无儿无女,境遇天上地下 和普通人都比不了 疑郑艳丽,郑艳丽曾经是香港有名的艳星 娇媚多姿,风华绝代 按理说,这样的女明星 挣的钱应该不少 即使退出娱乐圈也不会过得太难受 可郑艳丽却是个例外 在挥霍完美貌之后,一无所有 在2020年初 郑艳丽因为过度减肥 患上了厌食症 吃什么吐什么,肠胃虚弱 被送进医院治疗 当时她的症状还不算严重 所以很快就出院了 然而时隔半年 郑艳丽再次因为厌食症进了医院 与上一次相比 这一次就要严重得多 直接进了ICU抢救室 可见她的身体被摧残得有多厉害 直至现在也没有完全康复 瘦成了皮包骨 雪上加霜的是 她失去了经济来源 近日 51岁的郑艳丽 在社交平台公开发文 称自己已经失业 只能在麦当劳当清洁工 听起来十分不可思议 曾经光彩照人的大明星 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 让人唏嘘不已 3.张达明 张达明就更加可惜了 张达明是香港的喜剧演员 曾饰演大内密探00发中的皇帝 虽然他大多数是以配角的身份 出现在影视剧中 但以精湛的演技给观众带来了很多欢乐 他给观众带来了乐趣 命运却和他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2012年末 张达明在排练舞台剧时 突然出现耳鸣的症状 经过医院的诊断 他确诊鼻烟癌 张达明没有向命运低头 积极地治疗 两年后抗癌成功 却也留下了手脚麻痹等后遗症 影响了他的工作 此后还需要数年的治疗 医药费花光了他数百万的积蓄 艰难度日 最近他现身开心无敌讲门人 观众看到他的身体心酸不已 骨瘦如柴 仿佛残竹老人 可他表现出来的状态 却是积极乐观的 逗得别人哈哈大笑 可能正是因为他的好心态 他才能战胜病魔 坚持到现在 似车保罗张达明付出成功 还有一个人也这样 那就是车保罗 还记得陆顶记中的胖头驼吗 名字中带胖 人却长得又高又瘦 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他还出演了 《倚天屠龙记》 《寻情记》等多部经典作品 可以说是港剧中的黄金配角 车保罗的演员生涯 不能说是大红大紫 也可以说是小有名气 然而最近他参加综艺 曝光了他的真实生活 连一下普通人都比不过 进入2000年之后 作为TVB的老牌演员 车保罗拿到的工资 竟然是年薪2000元 数额少得令人揪心 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都不止这个数 两者对比 车保罗这个演员 当得也太憋屈了 因为参加了无限超越班 车保罗才再次获得了公众的关注 网友们纷纷给予了这位实力老将应有的尊重和称赞 就连导演吴童也欢迎他再次参加节目 希望车保罗在接下来的生活 可以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 当然 他们远不是个例 还有人 比他们更凄凉 不止配角演员过得不好 就连两次获得金像奖影帝的郑泽氏 人生也十分不如意 五郑泽氏 郑泽氏虽然相貌不出众 但演技水平在香港娱乐圈也是排得上名号的 既能出演憨憨小弟 也能撑起大哥气场 因此他从来不缺戏拍 甚至鼎盛时期 就连赫赫有名的王家卫也要看他的脸色 可惜 他放着好好的演员不当 非要开影视公司 1993年 公司拍摄了四九风云之劫后英雄传 将老底都赔光了 几个合伙人卷铺盖跑了 只留下了八千万的负债给郑泽氏 郑泽氏是个负责任的人 尽最大的努力 一笔笔偿还债务 好不容易在2004年还完了 妻子又患上了重病 需要高昂的医药费 生活一直过得磕磕巴巴 不得不说 郑泽氏人是真的好 命运是真的惨 六流家辉 除了郑泽氏 还有一个大众熟悉的老戏骨 也晚景凄凉 那就是刘家辉 刘家辉是 唐伯虎点秋香中的夺命书生 是天地争霸美猴王中的牛魔王 也是仙剑三中的邪剑仙 他把配角演成了经典 然而后来却无戏可拍 2011年 他突然脑中风 半身不随 无法正常行动 每天只能躺在病床上 更糟糕的是 刘家辉当时已经与妻子离婚 前妻不但没有来照顾他 反而跳出来要争夺他的财产 一个半身不随的病人 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 被迫进入了养老院休养 他的孩子也没有站在他这边 而是惦记着他的钱 因此 伤心欲绝的刘家辉 立下了永不见子女的遗嘱 七卢少平 喜欢看港剧的网友 一定对卢少平有印象 他在影视圈摸爬滚打了50多年 演过的角色可能自己都记不清了 可是这样一位演技精湛 和蔼可亲的演员 晚年却没有过上幸福的生活 卢少平有两个孩子 可是自1991年丈夫去世 他就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孩子们很少回来探望他 甚至有时候电话都不打几个 让卢少平颇为伤心 老人年龄大了 总会有磕磕绊绊的时候 2015年卢少平在家中不小心摔倒了 可是怎么也爬不起来 想要打急救电话都不行 直到当天的晚上才有人发现不对劲 打电话将他送进了医院 即使是这样 他的两个孩子还是没有回来探望他 他在病床前翘首以待 等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失望 明明生养了两个孩子 却和没有孩子的待遇一样 卢少平的经历让人同情不已 2019年卢少平在医院去世 不知道他的孩子会不会后悔 平时没有多陪陪他 8.吴耀瀚 卢少平不是唯一一个被子女辜负的 吴耀瀚也这样 吴耀瀚的人生高开低走 前半生有多风光 后半辈子过得就有多委屈 只因生了几个不成器的孩子 被他们拖累 成为了一个无情的提款机器 晚年的时候 他查出肾衰竭 身体状态一年比一年差 有时候需要常住医院 后来他的肾几乎成为了装饰品 只能靠着渗透吸生活 一个月要做四次 艰难地维持自己的生命 本来治疗费用就已经花销很大了 吴耀瀚还要供自己的孩子生活 儿子吴家龙就像个扶不起的阿斗 尽管有父亲在前面铺路 最后还是混得一事无成 只能靠着父亲的存款生活 女儿更过分 因为犯罪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摊上这样的子女 吴耀瀚真是太倒霉了 九韩君廷 命运馈赠的礼物 早就暗中标好了价格 用这句话形容韩君廷 分外恰当 年轻时候的韩君廷是港姐出身 因为是混血儿 所以五官立体 眉眼间自带抑郁风情 拥有极高的辨识度 受到观众的追捧 韩君廷的明星之路开局很好 过程却不怎么样 她加入了亚史 接到了很多影视剧的邀约 然而 她只会运用自己的美貌当花瓶 演技却没怎么提高 时间一长 观众从期待转变为 看见她就跳台 韩君廷不得不停止的演艺活动 大概是压力太大了 休息期的韩君廷 体型像冲了气的气球一样 快速鼓起来 后来想要归回事业 又强迫自己 在短时间内快速瘦下来 一胖一瘦 给身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患上了厌食症 等再次回归公众视线时 韩君廷的脸变了 有人怀疑她整容失败了 她说是自己摔的 不论怎样 她都不可能再演戏了 于是开了一家美容院 却因为疫情 生意受到影响 最后无奈破产 如今的她 既没有能养活自己的事业 身边还没有家人陪伴 母亲在2018年去世 她经历过情商后 便自己一个人生活 也没有伴侣和孩子 孤零零的一个人 谁看了不说一声心疼 时于牧连 原生家庭的痛 需要用一辈子来治愈 于牧连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她进入娱乐圈60年 却从来没有谈过恋爱 只因父母在她小时候离婚 她便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2020年 70岁的于牧连 检查出了血癌 当时她在这个世上 已经没有亲人了 住院治疗 都是自己一个人 看着身旁的病床 始终有人陪伴 于牧连心里很不适滋味 幸好于牧连有一群不错的朋友 经常来探望她 缓解了她的孤独之情 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情 影响了她对孩子的看法 自己一生都没有孩子 却用所剩无几的钱 给小朋友捐了一所学校 希望于牧连剩下的人生 可以幸福地过完 看了以上这十位港星的老年生活 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叹息 世事无常 年轻的时候光鲜亮丽 老了却要面临各种各样的窘境 甚至活得还不如普通人 好好对待身边的老人吧